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就维护民主价值观 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 确保伊朗不会喝得核武器进行了磋商 也承诺将致力于促以色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 在内坦尼亚胡去年12月重新担任以色列总理以来 他在20号首次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双方都表示致力于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外交关系正常化 我认为您的领域 您的领域 您的领域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历史与沙特外交关系 和沙特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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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晤选择在纽约 而不是白宫被美国媒体解读为 拜登政府在向内坦尼亚胡表达对其司法改革的不满 白宫表示拜登在会晤中重申了对以色列民主制度 可能产生根本性改变的担忧 内坦尼亚胡则重申了对民主的承诺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专家马克夫斯基指出 此次会晤是在内坦尼亚胡上任265天之后才举行 是自1964年以来 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间隔最久的一次 与沙特达成协议的巨大潜力 让拜登和内坦尼亚胡都别无选择 只能够不顾分歧举行会晤 拜登政府认为 如果能够克服巨大障碍 与沙特达成历史性协议 拜登政府将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中皇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指控印度当局涉嫌参与谋杀 加拿大西克教领袖 导致两国相互驱逐外交官之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回应 无意挑衅或升级事件 并呼吁印度政府配合调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出席那个会议前 就印度驱逐一名加拿大高级外交官事件 作出回应 当天 加拿大西克教社区领袖召开记者会 呼吁加拿大政府立即退出 与印度的任何情报共享协议 并将印度列入外国干预加拿大的公开调查名单 由于加印外交关系恶化 加拿大政府也宣布推迟原定在10月前往印度的贸易代表团行程 而双方在早前曾经表示 两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前针对一项贸易协议达成大纲 不过目前相关的协商工作已经暂停 拥有加拿大国籍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的西克教领袖尼贾尔 今年6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苏里市被枪杀 印度政府否认与尼贾尔之死有关 并指责加拿大庇护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凤凰卫视组客请武警黄山温哥华报道 第十一届温哥华签索宴会委员会 在列治文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隆重介绍将会于2023年10月20号举办 第十一届温哥华签索宴 第十一届温哥华签索宴 由温哥华签索宴慈善基金会主办 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承办 本地社团和众多善心人士共相善举 多位社区及企业优秀代表也来到发布会现场 唯一不变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海外华人 炎黄子孙的这份关爱和美德不变地延续下去 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个榜样 这十一年来我们很开心的 我们的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各类善长人翁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能够实实在的为老人做的事能够坚持下来 作为本届承办单位的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 也表示会阶级宣传推广一年一度的温哥华签首宴 希望中华传统文化能在海外生根 我们华人会在整个来说我们有几万的成员 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会的力量 也能够在主委会以及在各个华人社区的组织的帮助下面 我们能够把今年的活动做得非常非常的圆满 本次新闻发布会也请到了各老年协会的代表 对于坚持十一年的敬老爱劳活动 加拿大华人长者联谊会会长陈博洋也表示非常的感激 我们作为讲解 我们都心感力非常的幸福 谢谢我们的现主人对我们讲解的感爱 本次新闻发布会上 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作为多年赞助团体 和第十一届温哥华签手宴执行主席刘朝芳也为本届活动捐赠了支票 希望共同将第十一届温哥华签手宴办得更好 凤凰卫视曹思思 一鸣江 温哥华报导 休息一下 后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起来看今天的综合关系 由于美联储示意打算在2023年底前再次升息 周三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06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触及5.152%的新高之后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最后上涨两个基点到5.13% 以此同时 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落近两个基点到4.351% 周二交易时段触及2007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正如预期 美联储维持利率稳定 但事宜将在完成升息周期之前再次紧缩政策 在升息之后 央行表示将于2024年开始降息 但是降息的速度低于6月份的预期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联储的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 美联储将谨慎地进一步升息 尽管在对抗高膨胀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本月 数千名的加州居民将收到他们的中产退税 通常中产退税被称为通货膨胀救济款 从去年开始 数百万符合资格的纳税人都已收到了税金 然而特许经营税的委员会就表示 截至今年9月底 仍有大约5000笔尚未发出的付款仍在处理中 在本月之后 可能会出现重新发放付款的情况 而这些付款的金额从200美元到1050美元不等 具体取决于收款人 在2022年10月7号开始发放 FTP表示 自那时起 当局已发放大约720万笔直接存款 并邮寄了大约960万张税卡 发出的资金总额超过90亿美元 周三 向州委员会批准了超过34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以补偿史密斯被误判为谋杀和一级的袭击罪 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 由三名成员组成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表示 周长摩尔在委员会批准和解协议之前 向史密斯道歉 并指出距离史密斯2013年获释已经十多年了 史密斯曾在2008年被错误指控犯有谋杀罪 并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定罪 然而他坚称自己无罪 直到2012年 马里兰州最终才撤销了谋杀罪 2013年5月 史密斯请求法院重新审查 他在攻击指控方面的辩护 最终他的刑期被减为服刑期外嫁三年缓刑 后来又减为缓刑 在康乃迪克州法官发现著名法医李昌玉博士 提供的证据鼠捏造 总检察长已同意与两名因谋杀罪入狱数十年的男子达成2520万美元的和解 1985年12月1号 伯奇和亨宁因杀害卡尔被定罪 李作为法医出庭作证称 在这名55岁的受害者 位于辛米尔福德的家中发现了一条毛巾 上面有与血迹一致的污迹 25年后 35年之后 一名法官在检测发现毛巾上没有血迹后 撤销了重罪的谋杀 两人随后对李八名警察调查员 以及辛米尔福德镇提起了联邦错误定罪的诉讼 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博尔登在7月裁定 没有证据显示李曾对毛巾进行过任何的血液检测 因此对他做出了检疫的判决 李后来发表了一份声明 否认了伪造证据 并且表示血迹可能在20年的时间内已经消失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国欧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第三届大会 20号在珠海举办开幕式及全体会议 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 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等超过1000名代表 出席了开幕式和全体会议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和文明形式 加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推动公平公正的全球科技治理 是应对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 贫困不平等 绿色转型等全球新议题和挑战的关键 本届大会围绕 创新引领绿色发展 科技赋能美好生活主题 将举办12场分论坛 80多位发言嘉宾 将就各前沿议题深入讨论 中国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四部门 20号在国新办共同召开 记者会 四个主要部门官员 对外界说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发改委副主任 从亮坦言 经历三年疫情后 中国经济运行 仍会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 经济恢复必然是一个波浪式发展 取留式前进的过程 但他强调 随着政策叠加发力 中国经济将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 另外 针对今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贬值情况 中国人行官员指出 虽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非常重要 但并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全部 应该更加关注人民币 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化 7月以来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稳中有升 人行和外汇局也有充分政策工具储备 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在房地产市场 自人行宣布 允许降低存量手套房 房贷利率后 中国人行货币政策司 自掌 邹兰表示 四大行也已发布公告 明确在政策实施首日 主动批量调整利率 对于二套转手套等其他情况 银行将对审核通过的业务 进行批量调整 邹兰预计 超过九成符合条件借款人 可在第一时间享受政策红利 其他也将在十月底前完成调整 杭州亚运会还有三天便开幕 萧山国际机场近日迎来 海外运动员入境高峰 机场设置多个服务台 也有大批志愿者提供查询 和激活身份注册卡等服务 从香港去杭州的飞机航班上 也有不少运动员和媒体工作者的身影 约两个小时后 抵达萧山国际机场 当地海关设置了亚运会专用通道 早黑马时几乎不用排队 亚运会志愿者在场引导运动员等 并提供协助 机场内也设置了专门的 抵离服务台解答疑问 海外运动员分批激活时也十分顺畅 当中包括沙特阿拉伯田击运动员 他们稍早前已经在香港训练10天 有香港青年团体 安排了8名香港大学生 到杭州亚运会做实习生 早前参加了杭州战火炬船机的香港人 沈惠林也来到杭州 即将出席杭州亚运开幕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知道走开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进行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功能强大的全新Highlander助力您的冒险升级 您的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感谢观看